桃園機場究竟為何會水浸呢? 行政院副院長林錫耀前往桃園機場陷災 並且視窄機場旁邊的步心溪 表示暫時排除與機場工程和步心溪有關 有可能是桃園機場排水系統老舊的問題 才導致水浸 行政院將是指示工程會組成專案小組 進一步深入調查 機場裏面雷客熱到爆 握著把線慢慢撥 星期四一場大雨造成桃園機場大浸水 冷氣和配電系統也損壞了 機場表示2號2小時的雷雨降下153毫米的雨量 可能是造成步心溪水導灌機場的主因 桃園水泥谷回應 步心溪水沒有暴漲的情況 行政院副院長林錫耀一早視察表示 根據調查有可能是因為機場 連到步心溪的排水道 排水不良導致回倒 機場聯外道路都是混濁的泥水 桃園市政府認為機場會水浸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因為陶機工程沒有做好濟洪池 和泥沙沉澱池的管理 才令到泥沙淤塞排水系統 另外亦質疑陶機是在37年前就起好的放鬆系統 可能不負負荷 是否有每年維護管理排水系統都要查清楚 林錫耀表示目前桃園機場水浸的原因 暫時排除是和機場工程和步心溪有關 真正原因會要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最遲在6日之前提出檢討報告 真的是19346月11月17日 坦西莊,官房 也許最遲在空心溪